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腾讯视频 深井烧鹅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创造营2021学员韩佩权 我是创造营2021学员AK刘章 我不太在行 一般会dis 哥哥来教教你怎么唱dis 也不是 我也不会了 只是我情商比较低 没关系 我年轻一下也好不到这群 那还是我来吧 没事 但是你长得帅 长得年轻 我再出来一遍 我刚才是低情商 没关系的 我老了也不一定像你有这么优秀 这话不会上人吧 这话还麻烦 这可以 你怎么那么矫情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整段都挖掉了 你非常好 现在我的病你好 哎呦 哎呦 哎呦哥 哪不熟的人 我可能要这么对不起来 不熟的人 那来看是什么样的情况 如果他是有事找我 然后应该回来就是 还行 怎么啦 我 人家变化我就会 叫做害羞 其实虽然我没有那么害羞 听上去很感觉 但是我会找个人 谢谢我 谢谢我 你当然能了 对 没有没有没有 我就气会很多你知道吗 我会解个图发给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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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我这样做兄弟 然后看他有没有位置 如果他比如说这个位置 对他很重要的话 我会让给他 然后等我朋友再来的时候 我再想办法 但如果这个位置 比如说他不来这个位置 他也可以坐在别的位置 只是他非要跟我在这块 抢这个位置的话 那就不好意思 这两位置都是我的 嗯 请你退下 我不回复 我一般直接直接 直接 不是这话一般是我喊 你不知道有的时候 我跟那些选手在一起 我就会拿着一个 更开玩笑 我跟那个我跟那谁来 刘从 刘从那些上楼 我就喊 不对他下楼他下课了 他要走 就说刘从我爱你 你回头看看我 妈妈永远爱你 是 他就一脸还一脸 你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我根本看不见 也不是高冷 就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 我觉得蛮好玩 蛮亲切的你不觉得 是吗 你会觉得妈妈爱你这个词 是在骂什么 我也没有觉得 我就是对他就是比较 就我其实内心是比较害羞的 但是不能表现在脸上 那我 高了 假装高了 我是觉得还蛮好玩 就是我很喜欢有趣的粉丝 就是会玩一些梗什么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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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